大家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這個東西不算新聞 好像18年就已經有了 那但是我最近才知道 我相信可能你就不知道 所以我要介紹給你聽 介紹之前我們先看一個短短的影片 不會看全部 這影片是 這個是一個UFC的fighter 終極格鬥季的fighter 終極格鬥錦標賽冠軍賽的fighter 他的名字叫Steven Thompson 那他很有趣 他打輸了一場比賽 被人家KO在地上 一般人可能覺得很難過被KO耶 可是他竟然能夠樂觀以對 然後他錄了一個回應影片 回應看他自己被人家打趴在地上的樣子 我覺得這個人真的非常可愛 而我所不知道的這件事情 就發生在他回應的影片中了 而他也不知道 為什麼 因為他跟我都不屬於 嚴格來說真的沒有屬於那個同溫層 雖然我很愛那個 我要講的這個領域 簡單一點 電競打電動 所以雖然我很愛這一塊 可是還是我有我不知道的一些文化上的東西 所以今天要介紹就這玩意 所以我們先看這邊 他被打趴的這個畫面 所以我先放一下 我先對不起他他等一下會大叫 所以我現在先把聲音調小一點點 OK所以他被打趴了 這樣OK 好他想要再回頭看一次用slow motion 非常勇敢的人 好你看他跟他爸爸說 他爸說還是他旁邊的一個男人說了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他們也聽說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你看 the Fs in chat 所以等一下這邊會 這是他的直播嘛 對不起 那直播的部分 下面就一大堆人說了 他說有很多的 F 在他的 chat see the Fs in chat for respect 我捲回去一點點這樣讓你聽一次 oh man say what you gonna put the Fs in chat for respect yeah the Fs in chat for respect for respect Alright check this out 所以你看一大堆 F 了有沒有看到 I wanna go slow-mo with it yo Alright here we go hold on hold on there's all your Fs Alright Dude there's a lot of Fs see dude there's a lot of Fs 好多 F 啊 我那時候看這個影片 我也是 為什麼一大堆 F 啊 好我們影片看到這裡就夠了 其實我們來看這個東西的典故 so 我們來看這個標題叫做 the origin of press F to pay respect 按 F 來表達尊敬 什麼樣的尊敬呢 你被人家打死的那個 respect 其實是 就是我們有時候講什麼 rest in peace RIP 你常看到RIP對不對 或許你從今天開始 可以不要再RIP了 你可以換成 F 我再強調一次 這不是新聞 這是18年的事情 今年都已經三年了 可是對我來說是新東西 所以我要介紹你們看 好 我們先來看這個部分 大概是有一個 好這一段這邊 總之啊 其實在這裡 對不起 再往下一點 好 所以這個 meme 所以總之這個就按 F 來表達尊敬的這件事情 是已經變成一個 meme 一個迷因圖了 所以它已經被使用著 has been used in a multitude of ways 這 multitude就是各種的 所以各種不同的方式 in recent years some use it as sarcasm when a speedrunner or streamer pulls off an epic fail 好先看這一句 有一些把它用成一個 sarcasm 這個 sarcasm 就是諷刺 OK 諷刺的意思 當一個 speedrunner 你可能看不懂這裡在幹嘛 speed是速度 runner是跑 speedrunning的意思就是在遊戲裡面 或許這也可以做一集 遊戲有一個概念 尤其像是超級瑪利歐之類的那種東西 他們會喜歡有一種概念 叫speedrun 就是我可以用多快的速度 全破這個遊戲 那在網路上 這個已經是 已經是一個 大家很知名的 很多人會愛看的 這個會follow的一個 一個trend 說它是trend也可以啦 可是事實上也是 就只有你喜歡的人才去跟而已 你不喜歡你根本不知道 像瑪利歐的可能 全破的世界紀錄是幾分鐘幾分鐘 那你即便能夠壓縮 多一秒多幾秒 都算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成就 表示你發現了 新的方式來突破一些關卡 OK So speedrunning is to finish the game in the shortest amount of time possible 所以這是一個competition 基本上 在網路上都有一些 有拍名的 可以這樣說 或者說一個streamer Streamer就是直播主 他在pull off一個epic fail pull off就是成功做成了一個 epic fail這兩個詞 也常看得到說真的 epic就是非常史詩般的fail 然後就失敗 所以要是你很了不起的失敗了一次 他們就把它當成是一個sarchism 就是一個嘲笑 一個諷刺 這樣子 而其他人呢 用use it in legitimate times of grief OK 把它用在這個真正的合適的 legitimate的 恰當的一些 一些悼念的時刻 times of grief grief這個字也認識一下 OK 認識一下 好 所以真正悼念的時刻 也可以用這個f 好比說是在這一個 有一個jacksonville的一個 學校的那種 槍擊事件 的一個tribute的stream裡面 他們用f來說 好這裡ok了 我們再看下去 到底它是怎麼來的 所以我們的origin從這裡開始 所以這邊講的是一個 決戰時刻的那個遊戲 call of duty 很多人都知道 cod call of duty 那在這裡面呢 它有一個故事 所以這故事呢 就包括了一個 海軍陸戰隊的一個private private就是小兵這樣子 那它叫 他是屬於first class的 他的jackson mitchell 名字不重要 我們講這裡有一個重點 美國的海軍陸戰隊 所以這個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這個corps就是軍團 所以海軍陸戰隊 就是有這個字結尾 我一直不唸它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會唸錯 它的p跟s都不發音 所以海軍陸戰隊就是 marine core marine core 它的發音就跟core 基本上是一樣 core 所以不要有p 不要有s 這邊特別注意一下 好 所以它是marine core的 這個first class jackson mitchell 然後他就在那邊 然後他後來死掉 簡單的說 好我們再看下去 所以這裡就說了 在你第一個mission結束之後 那mitchell的bestfriend 怎麼樣怎麼樣 It's killed in action 這是在行動中死亡 這個有時候你會在遊戲中看到 他叫做KIA K I A 這就叫做在行動中死亡 正好有一款韓國車叫做KIA 我就覺得這名字蠻好笑的 取得不太妥當 但無所謂了 那他就說 所以他在這個行動中死亡 他的手臂卡在一個車子裡面 然後車子就爆炸了 然後車子就爆炸了 那但是在這個爆炸前 他救了你還是什麼幹嘛 然後他的手臂就失去掉 所以Detonate這個字就是引爆 所以這裡我寫一下下 Detonate叫做引爆 Detonate OK 所以Anyway 往下看 這裡完成了這一個campaign 這個mission之後 這場戰役中的第一個mission 任務之後 你就去參加他的funeral funeral就是葬禮 所以參加葬禮用的動詞是attend 然後他接下來就會有些場景切換對不對 場景切換就是這一個字 Cut scene scene就是場景 cut就切 所以場景切換就叫做 cut scene During the cut scene the game prompts you 所以在這個cut scene場景切換中呢 這個遊戲就提醒你做一個什麼事 這個prompt這個字就有這個概念 它的動詞 就是我們像提詞卡或之類的 我們就可以叫它prompt cards 所以這個遊戲就prompt你 所以我會把這個字打在這裡 prompt 遊戲就提示你 提示你要幹嘛呢 要按一個鈕 press a button 來去pay respect 給誰呢 給你的這個死掉的同袍 所以pay respect for your fallen comrade 所以fallen這個字 死掉的 falling是正在掉下來 fallen就是已經倒下了 所以這個字也會用在像 你知道這個基督教裡面 好像 弟弟的那個管地獄的這個 Lucifer 我們叫他那個地獄之王 撒旦Lucifer 其實以前是天使 所以我們叫他墮落的天使 所以我們就叫他fallen angel 多講一個名詞 falling angel 那這邊是你死掉的comrade 所以這裡的comrade就是你的同袍這樣子 那在PC版裡面 OK我們剛剛說要按一顆鈕來pay respect吧 你大概已經猜到了 所以在PC version in the PC version of the game the F key is the chosen button so press F to pay respect notification appears on the screen 所以這個通知就是請你按F來做這個動作 pay respect 就出現在螢幕上 所以這就是這個點過的由來 大家以後按F就表示 啊你死了喔 就像剛剛講到 麻利歐玩speedrun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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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 蹦蹦蹦蹦蹦蹦蹦死掉了 你就你如果是看直播的人 你就按F I pay respect 你死了這樣子 大家懂了齁 好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文化上一個典故 前面也講沒有太多字 但無所謂 我們來複習一下下 好複習時間 so sarchasm 剛剛看過 所以很多人用這個F呢 可能是來嘲笑人用的 那epic fail 就是一個史詩般的失敗 epic fail 那或許也可以把這個F呢 用在真正的悼念的時候 好比說剛剛講的school shooting的時候 那海軍陸戰隊叫做marine core datanate就引爆 剛剛講的行動中死亡 killed in action kia 這樣子 甚至還有一個叫mia 他叫做missing in action 所以從行動中不見掉了 這個人沒了 這樣子 mia ok ok然後像 我好像少講到這個in the process 他剛講的就是說 在你救你的過程中 炸彈炸掉的過程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他救了你之類的 in the process 就是過程中 還好這個片語沒怎麼怎樣 那attent funeral 是剛剛講的參加上 有ok 那他是場景切換 cut scene cut scene ok 那遊戲會prompt你 提醒你 來做一件事情 就是按f來pay respect 所以respect誰呢 你倒下的同袍 fallen comrade comrade ok 多講一個字好了 comradery 就是我們講的跑者之情 ok com camaraderie 這個字好難拼喔 我每次都會把它拼錯 所以讓我來 我對不起同學 我的cut scene沒有拼錯喔 因為這個字比較新 我之前在找另外一集的pencil skirt 所以camaraderie C-A-M-C-A-M-A-R-A-D-E-R-I-E 我沒有拼錯啊 the fuck C-A 對不起 我還是拼錯 ok camaraderie這個字的發音是這樣子 那我終於沒錯了 他還是 這裡還是少錯 多錯一個字 所以你看我拼字也很差 對不起 不配當老師 所以這個字是做camaraderie 我們翻成 跑者之情 ok 他這裡寫同字我覺得不是非常好的翻譯 跑者之情 你看另一文寫的嗎 mutual trust and friendship among people who spend a lot of time together 所以他講的事實上是那種情懷 而不是 人 你看了這裡的中文翻譯寫同字 你會以為是人 不是一個一個同字的人 而是 情懷 ok 所以mutual trust 跟你的 friendship 好 所以這個字不好拼 我都拼錯了好幾次 把他見效了 但無所謂 希望你也可以從我的錯誤上學習到 這個字不好拼 把他拼對 camaraderie camaraderie 講到這裡也ok了 我是Paul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好幾次